觀眾朋友大家好 昨天八月十五號 八一五 全國大斷電 這個事件 在未來歷史上 可能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當然也包括昨天晚上 從四五點大概五點左右 開始全國大斷電之後 到晚上有六百多萬戶 是輪流限電的情形 到底是為什麼原因 在昨天一出事的時候 中油說是因為承包商 也就是聚入國際公司 他在更換重要的設備零件的時候 一開始說是誤觸了一個叫做開關閥 後來說其實不是誤觸 而是沒有把整個系統由自動改成手動 所以整個系統還是處於自動的狀態 可是當更換設備之後 接受到一些錯誤的訊號 這個自動系統就自動的斷氣 斷了兩分鐘 使得桃園大潭電廠六個機組全部跳機 接著就是引發全國式的大斷電 可是今天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兩點多的時候 抱歉 今天下午兩點多 聚入這間公司呢 做了一個重大的訊息公佈 說呢 聚入呢 只是賣設備給棕油 是義務性的協助棕油更換這些設備 在更換的過程中呢 全程接受棕油的指揮監督 所有的系統呢 是在棕油的監控之下呢 去做操作的 問題來了 到底是棕油在撇清責任 沒有講實話 還是這個承包商呢 掩蓋了某些事實 互踢皮球的情形 到底該怎麼看待 而今天最重要是要討論 在從上上禮拜和平電廠 電塔倒塌之後 導致臺灣陷入限電危機 一直到昨天全國大斷電 大家都在談說 怎麼會臺灣的電網如此不堪一擊 要嘛颱風吹倒 要嘛天兵亂岸開關 使得全國就會沒電可用 是因為所謂的集中式的這些電網 是不堪一擊 因此我們要來做所謂的分散式的電網嗎 而所謂的分散式又是否是很多專家所質疑的 你怎麼分散呢 你覺得大家都用太陽能 昨天呢 是在四點多快五點的時候呢 跳機斷電 那時候就逛一逛 要沒進去 你是要怎麼分散電源 難道說大家都要用那種分散式的 社區型的一下有電 一下沒電的這種電網嗎 今天從昨天大斷電來去談談 臺灣整個電力結構 不管是發電的電廠 以及輸配電的電網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來討論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灣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 邱俊榮 邱老師 憲聰好 大家好 再來感謝是中央大學管理講座教授 梁啟源 梁老師 大家午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副秘書長 洪生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建議給互踢皮球 是這個叫羅生門嗎 到底是中油統樓子 還是承包商亂搞一通 臺電的問題又在哪裡 但是呢 比較讓人家無法理解的是 昨天晚上第一時間 經濟部長李世光已經下臺 可是呢 出最大問題的中油公司 到現在該如何處置 以及因為中油沒辦法把天然氣送過來 而使得六部機組跳電 而全國大斷電的臺電又該如何處置 我們來看看到底原因出在哪裡 原本以為是人為物關天然氣 電動閥兩分鐘 結果連夜調查後 竟然是工程師在更換電源供應器時 沒有按照標準作業程序 將自動轉為手動 結果電腦自動系統發出異常訊號 導致電動閥自動關閉 供氣中斷兩分鐘 全台大跳電 這個電源供應器是在控制系統裡面 所以一開始所謂誤觸是不正確的 你沒有更換到手動 假設你這邊的操作 不管是什麼狀況程序 或者是說那個出了小問題 如果沒有這些問題 它仍然不會啟動關閉電動閥 但是當你出了問題的時候 這個自動控制系統就會聽你 誤判這個信號就會把那個閥關掉 昨天進行更換作業時 4點48分控制系統出現異常訊號 此時鎮內網大潭電廠輸氣管線的 兩顆電動閥自動關閉 工程師在4點49分操作下指令 開啟電動閥 但第一次因為訊號異常無法開啟 第二次操作才成功 4點52分開啟電動閥 造成兩分鐘的供氣中斷 中油表示現場的包商居入工程師 沒有按照SOP的程序 而另一名在旁的中油人員 也沒有及時發現問題 這兩人都是資深工程師 並非菜鳥 再更換前幾顆時 就沒有按照SOP 會發生這種狀況是長期沒有要求 中油表示雖然是廠商操作疏失 但中油員工也未盡現場督導之責 所以會負起完全的責任 也會對臺電負起賠償 不過包商居入公司發出公告表示 跟中油的合約關係只是義務 從旁協助安裝 全程指揮監督還是中油員工 也由中油負責系統操作 至於為何會造成電動閥自動關閉 雙方責任還有待釐清 記者委員張子嘉台報導 因為聚入是一個上市公司 所以今天他們也公佈了一個重大訊息 而今天聚入的股票 好像也是跌得很長 我們來看看今天在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這個是從公開資訊觀測站 所看到的聚入公司 發表了一個重大訊息 但是我們好好看下一張會更清楚 他到底談了什麼 拜託導播給我看下一張 那我們來看看聚入公司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說明說昨天八月十五號 桃園大潭電廠跳機 到底是為什麼 他說呢 跳機呢 中油跟聚入呢 合約關係是電源供應器的小額 存物料採購 中油給聚入買了 就說比較買了 那聚入是義務協助他安裝 然後呢 這個最重要了 安裝過程都是由中油公司的人員 全程指揮監督 你叫我幹嘛 我才幹嘛 你叫我不能碰什麼 我絕對不敢碰 再來呢 系統操作都是由中油公司的人員 負責系統操作 那為什麼會導致於說電動閥自動關閉 這個責任還要再釐清 沒說的話就是說 你中油不要陰我啦 不要把責任第一時間全部推給我啦 責任指揮監督 中油你脫不了罪 我先請教一下 申罕 你怎麼理解這些事情 說實話 這個操作現場上面 到底中油跟他的承包商的責任 細節的部分怎麼釐清 我們真的是無從智慧 我並不知道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現在看起來是兩兆各自有一個說法 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相對是更關注的一個事情是說 不管怎麼樣 為什麼一個兩分鐘的斷氣 斷氣所造成的這個不斷這個這個影響 他的這個衝擊的影響不斷的放大 先放大到了六部機組的大潭電廠 必須同時瞬間的跳跡 是 甚至這個影響再擴連到了整個電網 擴連到整個電網以後 這個效應再放大到了大家 就六百多萬戶的這個停 輪流停電的這個事件 你看一個小小的一個措施 他的這個衝擊的效應 不斷經過這個過程不斷的放大 所以這個到底聚錄跟中油之間的責任 怎麼釐清 坦白說我覺得這可能有賴 包括是檢調 是 包括是行政上面的調查 來慢慢的釐清 是 但是後續的這個效應 到底是因為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不斷的放大 我覺得這裡面 就是大部分現在很多人朋友在說的 這個到底我們整個這個電力的系統上面 要怎麼避免跟管控 類似像這樣的風險 我覺得恐怕這是更嚴肅的問題 不過邱老師 我們如果站在不管是叫經濟部長的層次 來思考 或是更高層次的林權院長 來自於蔡總統的層次 做決策的人呢 最關鍵的就是資訊的掌握 對 掌握資訊要做決策 最怕的是兩件事情 一個呢資訊錯誤 第二個呢 有人故意提供錯誤資訊給你 這兩個層次不太一樣 昨天第一時間呢 我相信林權或是李世光或是蔡總統 他一定會思考剛剛森翰講的事情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是台灣電力的電網分布圖 拜託老婆讓我看一下PC 我們來看看大潭電廠呢 是在這裡桃園大潭電廠 第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不管是承包商也好 或是中油桶的樓子也好 按一下或是沒按一下 會導致天然氣送不出去 斷氣兩分鐘 這是一個問題 你要去思考 第二個問題是說斷氣兩分鐘 結果大潭六部機組全部都癱瘓 你大潭沒有備用的嗎 你的氣一次都是給六部嗎 一旦斷氣兩分鐘六部全掛嗎 那六部掛你沒有備案嗎 這是一個好就算大潭癱瘓掉 那大潭因為這次整個電力分布 大潭也不過是眾多火力發電廠的 其中之一 那我們還有核電廠等等的 那這麼多的火力發電廠 中間一個斷掉 就會搞到全台灣陷入半癱瘓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蔡總統昨天要想的問題 結果他心裡要想更大的問題是說 昨天中油跟他講是有人誤觸 那到傍晚是說不是誤觸 是沒有把所謂的那個 自動改成手動 結果呢被指控誤觸的那個紀錄說 不是我 是你中油在指揮監督 如果你是蔡總統 你要怎麼面對這一攤亂局 好我先說台電的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結構 其實任何這個空降的台電董事長 可能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才能去摸懂台電這個整個結構 即使我今天非常有心要花很多的時間去了解這個台電的情況 可能也不會細到類似像大潭這種 這個六足發電機 他這個類似病人或是串聯的問題 要搞到這麼細的問題 我想任何一個總統大概都很難摸到這麼細的部分 那無可否認的 那台電的問題其實是非常專業 你只要能找到專業的人 又足夠可以信任的人 大概問題就會比較小一點 那這個整個結構 我當然也會想到陰謀論的問題 但是我比較不願意從這個角度去想 那剛剛我們討論這個聚錄和中油的問題 我說實話 今天無論是誤促也好 無論是沒有從自動改為手動也好 通通來講 其實就是人為殊師 無論責任出在哪裡 從總統的角度來看 我不管你是誰推來推去 他就是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陳董事長也講 其實就是一種結構性的怠惰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問題放的大一點來看 這個其實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 舉個例子來講 當我們覺得這個警察去取締交通違規 叫做搶錢 我們不把那個交通條例當作是一回事 或者是我們明明就有那麼多的違章工廠 活生生擺在你眼前 你也不取締 這種事情其實跟這個問題 是一樣的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臺灣有一個 在很多的在產業發展上面 有很多便宜形式的這個狀況 其實我們都沒有嚴肅的去面對他 當然剛剛信聰講 我覺得這個整個事件對我來看 我覺得對臺灣是福不是禍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我們昨天的跳電 多麼美 這根據陳總事長講的 這不是第一次 他前面換過八次 都沒有出事 為什麼沒有出事呢 因為他如果不是在用電那麼 用電量那麼大的時候 你不會出狀況嘛 所以你不會發現這個事情嘛 那這一次發生在什麼時候 發生在用電量那麼大的時候 因此跳電了 因此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更萬幸的是 他是發生在四點十分 而不是一點半 OK 他沒有造成更大的損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是老天要給臺灣示警的話 他挑了一個最適當的時間 把問題曝露出來 然後全民檢視這件事情 我就沒有比這個更完美的事情 如果這個事情不是發生在昨天的話 恐怕我們第九 換第九四 換第十四 都永遠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是 所以他其實這個 他顯露了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讓我們可以開始去思考這件事 事實上另外一個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就今天的觀察 本來昨天一開始的時候 他網路上大家都在爭辯 要不要重啟核能這件事情 但是經過一天的發酵 經過一天的沉澱之後 其實我觀察到 所有事情的衝擊 對蔡總統來講 其實是最小的 為什麼呢 今天其實並沒有很多人 重新去討論 去質疑再生能源這個事情 也沒有很多聲音說 要去重啟核電這個事情 相對來講是很小的 所以就整個在臺灣的 這個能源改革上面 其實蔡總統還是站在一個 相對有利的位置上面 所以昨天的這個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 對蔡總統來講是 他讓他知道了很多 他必須知道的結構性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他開始來改革 不思維我們對 大家已經詬病很久的 包含國營企業 包含甚至很多經濟部的法人 各種各式各樣的結構性 太多的問題 如果可以因為這次的事件 重啟一個改革的這個契機的話 我覺得對臺灣來講 不見得是一個壞事情 亡羊補牢 雖然晚了 但是來得及 可是梁老師我要請教你 其實今天PTT 也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某些人是說 大家要注意一件 沒有發生的事情 四點五十幾分呢 大潭六個機組跳電之後 然後全臺灣就是停機 停電之後呢 晚上是輪流限電 可是沒有發生更嚴重的災情 在大概是九點左右 就恢復電力 那大家談到說 如果四點五十幾分 突然瞬間少掉了四百多萬千瓦的電力 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相關的電網都還在運作 相關電廠還在運作 相關輸配電都還在運作 而相關接受電力的這些 不管是工廠的鍋爐 或是其他任何設備 也都在運作 如果第一個 你沒有即時降載的話 他可能到處都會有更大的災情 第二個 當你降載之後呢 你要再趕快恢復電力 也是在晚上九點多就可以 因此有些人說 你必須要給臺電 這些辛苦的基層 恢復電力的人員 一定的支持跟鼓勵 這部分大概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可是真正的爭議是在於說 我們看這張圖 密密麻麻 有很多點 當然包括三座以及一座 封存當中的核電廠 包括從北到南 以及花蓮的和平的火力發電廠 當然也包括中部的這些水力發電廠 昨天的經驗讓我們會嚇一大跳 任何一個小地方 也許這個老闆對員工不好 也許員工心情不太好 亂摸了一個東西 然後就會讓能源進不去 能源進不去就會讓發電機組跳機 發電機組跳機 就是全臺大停電 任何一個發電廠遇到這個事情 都是一樣脆弱 那我們這個系統不是不堪一擊嗎 首先您提到的這個問題 雖然有六百多萬戶停電 那事實上如果沒有應付得好 海電事實上是應付得好 如果沒有應付得好 整個系統全崩潰 那就不是只有六百多萬戶 所有用戶都沒有電 搞不好到現在還沒電 那所以事實上 剛剛這個邱副院長也提到 目前出現的問題 其實提醒我們 另外一個供電方面的一個問題 首先這個六百二十 這個就是這個四百二十萬千瓦的 這個六座的這個大毯的這個發電機 再加上五十萬 五十萬千瓦的這個台中火力五號火力發電廠 那一天同樣的時間也發生問題 所以整個是四百七十萬 四百七十萬佔整個我們的供電的這個就兼風發 兼風負載的 比重是達到這個百分之十三 換句話說 這個十三趴的這個供電突然沒有了 所以造成的問題 所以他其實第一個的問題是 假設我們的備用容量力 備用容量力 假定是合理的備用容量力是十五趴的話 那剛好可以躲過 那現在備用容量力是不到不到十五趴 也不到十趴 照臺電的說法 就是把這個他是十趴 但是這裡頭沒有考慮到核二廠 核二廠的這個二號機 這個部分 他沒有把它剔除 所以事實上擴掉的話 大概只有七點三趴 就是備用容量力 但是這個備用容量力不足的問題 那事實上跟這個整個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廚藝 核電廠不管你高不高興 核一廠的廚藝 一號機是二零是明年 是 二號機是後年 核二廠的這個一號機 是二零二一年 二號機是二零二三年 但是事實上現在都提前了 這個他整個 佔整個供電的比重 是佔到百分之十二喔 你提前除以 當然問題會很嚴重 這個是第一個 你可能要去注意到的 電源的供應是不是充足 第二個 因為備載的不夠 所以只要稍微在那個 阿蘇比中村一處 他就出事了 對 事實上不需要到四百五十萬千瓦出問題 我們現在的倍轉容量力 實際上的這個運轉的 對 倍轉容量力是低 低於右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談談 我們是不是要再提高 我們現在的倍轉容量 可是梁老師我請教你 昨天其實你也在我們節目上 我們也在討論這件事情 從昨天到今天 你會不會跟我一樣這樣眉頭一皺 感覺事情不太單純 對 為何不單純呢 兩分鐘有一個人去按了一個開關 或是沒按一個開關 整個那個瓦斯就送不過來 這是一個荒謬 第二個呢瓦斯送不過來 天然氣送不過來呢 那麼六柱機組全部跳掉 這是第二個荒謬 跳掉之後 全國大斷電 這是第三個荒謬 你會不會覺得事情不太單純 這個後頭的部分 我剛剛有說明了 要保護整個系統 這避免造成整個 整個系統的崩潰 那會更嚴重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些 輪流停電 這些跳這些 這些這個關閉 這個電源 包括六部機組跳電 對對對 跳機 也都是為了保護自己 對對對 他需要這樣保護系統 不是保護他自己 所以這個就是 是整個電廠設計的標準作業 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我們提醒的 我們另外另外一個問題 除了電源 可能電源不足以外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還有氣的問題 天然氣的問題 是一個大問題 這個提醒我們 天然氣供應是一個大問題 如果發生異常訊號 那麼發電廠 為了要保護自己 六部機組全部跳掉 而後端速配電 為了要保護自己 就自己要必須快速 立即降載 而在後端就變成 所謂的大斷電 大跳電 以及輪流限電的這些問題 如果這是電廠設計 或是電網設計的標準 SOP 言下之意就是 所有的火力發電廠 核電廠 只要出一件事情 就會昨天的悲劇一再重演 那就看看他的佔的比重是多少 如果佔的比重 剛剛我講的 佔的比重如果是不大 比個例子 你像這個我們 我們的這個和平 八月八號和平電廠的 因為鐵塔倒塌的問題 這個不是電管的問題 他是連外的鐵塔倒 那如果是他的供電 沒有辦法送出來 瞭解 他是只有百分之三點五 為什麼三點五不夠 他停下來 為什麼就需要開始在限電 公家機關下午兩個小時 那如果是我們設計的標準作業的話 那我就會更擔心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 有意無意的去破壞一個重要的電塔 有意無意的去誤觸一個很容易碰到的一個開關 那麼臺灣電力系統就癱瘓掉 那這個問題就牽涉到我剛剛講的 那操作上人為舒適的問題 要如何去避免的問題 我現在講的是整個系統的問題 是整個系統的問題是電源不足的問題 然後現在提醒的是供氣的問題 等一下還有電整個電網的問題 是 那供氣 供氣可能會有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 現在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要瞭解 我們未來 現在我們的天然氣的供應的部分 天然氣上我們的發電的比重 是占到三分之一 是 那未來是要占到一半 五成 但是我們現在的 可以這個 我們所謂這個 接收站 這個 這個存量 他存量可以使用的時間 我們一年平均只有十三天 跟其他各國來比 這個是 大陸是五十八天 OK 韓國是五十一天 日本是三十八天 我們是十三天 這個是不能接受的低 然後呢 這個在夏天的時候 七天不到 所以颱風進來 如果兩個颱風進來 像上一次 有船就不能進來 那再嚴重的話 就會斷電 斷氣 就會斷電 那未來如果佔一半的話 這個問題會更嚴重 你要再做這些儲槽 這些東西有很多環保 或者是公安的考量 還有板線的問題 這個會造成你 剛剛我們講的 我們現在是很多的這個天然氣 發電廠是集中在大潭 大潭現在的四百二十萬 有六座 未來還要四座 都在大潭 是 將來呢 他這個輸電 輸氣 如果是在那邊蓋 terminal沒有的話 未來這個百分之五十的 這個供電 供氣的 就是燃氣發電 現在在民國一百一十一年開始供氣 離現在幾年 是來不及的 但是我們昨天有討論 這個terminal的部分 現在要蓋的話 有環保 因為這個藻礁的問題 那所以將來會拖 那拖的情況之下 你要有那麼多的再生 那個燃氣電廠進來 不然的話 我們再生能源的這個目標 如果真的是有那麼快的話 那麼是不穩定 沒有辦法去配合 那這個整個的是 共共整個這個電力系統 這個是另外一個脆弱度 所以昨天那一場 說談到中華民國的整個電力危機 昨天那個斷電事件 恐怕還只是小兒科 後面還有更大更大的挑戰 這個亡羊補牢 那個牢恐怕要補得更大 可是我們來看看 昨天在政治上 他們怎麼解讀那件事情 今天行政院有後續的一些處理 昨天第一時間經濟部長下臺 蔡總統在晚上的時候 在臉書上正式道歉 今天行政院開了一個記者會 說第一個政務委員吳鴻謀 要召集一個叫做行政調查小組 什麼叫行政調查小組 誰該負責 誰沒說實話 這個就要好好調查了 展開行政院層級的調查 要釐清中油臺電 是不是在制度面或是執行面上 有疏失 還有相關人員責任 然後呢 對社會造成衝擊 或是涉及治安 涉及治安是什麼意思 這就有點耐人尋味 所謂的治安就是 有人故意擾亂社會秩序 也就是政治上的陰謀論 誰來調查呢 法務部來調查 再來昨天大停電 和平電廠輸電打倒塌 導致缺電危機 這個是整體事件 所以整體電力要總體檢 吳鎮偉呢 那個要規劃體檢小組 不排除請國外的專業人士來參與 什麼意思呢 也就不是那麼信任臺灣的專業人士嘛 你可以這樣理解 再來希望透過體檢 瞭解未來整個電網如何穩定發展 經濟部長已經請辭獲准 由次長來代理 行政院長林全呢 在二十一號 就會到立法院去做專案報告 我們來看看總統跟院長速度道歉 昨天全臺大停電 造成六百多萬戶民眾受影響 總統蔡英文下午出席 民進黨中常會前 再度代表執政團隊 向國人至上千億 對於這次停電所有的國人 對所有的國人帶來不便與不安 致上我們的歉意 這樣的狀況不應該發生 在這次的事故當中 我相信所有的國人都注意到 電力的供應不只是民生的問題 更是國家安全的問題 臺灣電力系統竟是如此脆弱 蔡英文嚴肅地要求政府 應該全面檢討電力供應的問題核心 這個系統無論是在系統的設計 或管理的專頁上都明顯的過於脆弱 而且經過這麼多年 也沒有採取強化的積極作為 行政院長林全上午也親上火線 強調行政院代表的行政部門 包括中油和臺電 對於全臺停電的人為疏失 引發社會很大的衝擊 表達最深的歉意 也強調這次不是單純的單一事件 會檢視公書店的結構 是否出了問題 要如何確保 它的這個書和送電的這個電網 以及管線的這個安全 那麼是不是應該有更好的 強化的措施 或者有雙重的保障 那麼這個呢 在我們的未來的這個網路的 這個結構上呢 我們需要去檢討 全臺大停電引發民怨反彈 因全第一時間 先在臉書上危機處理 隔了一夜停電原因初步釐清後 清上火線 姿態放低向國人致歉 但能源政策仍需挺直腰桿 捍衛非核價值 這次的危機也再次強調 力推分散式的綠能發電系統 是蔡政府刻不容緩的正確方向 記者綜合報導 到底一場停電 對整個人民社會以及經濟造成多大的衝擊 我們來看看其實有不少的公司 因為昨天停電在產值上 受到很大很大的創傷 十五號全臺大跳電 全球風色龍頭日月光 在高雄K二十一場 K二十二場停電六十分鐘 在晚間八點十分恢復供電 所有設備恢復中 產業人員都在場外妥善安置 損失還在估計中 而桃園平鎮工業區突入起來的停電 造成生產線停擺 桃園的中立 柚施 富剛跟永安等大型工業區 部分廠商生產線因為停電無法運作 園林園長 斗六和離島等三個工業區 停電五到二十分鐘 高雄架工林廣園區停電十八分鐘 鳳山工業區停電四十分鐘 蘋果概念股三巨頭之一的台積電 在竹科 中科跟南科三基地生產正常 鴻海土城廠一度停電 之後恢復正常營運 南茂竹北二廠以及南科廠生產線停擺 預計今天恢復 廣達林口研發總部一度停電 神保龜山廠暫時性停工 電力很快就恢復 園林台塑麥寮受到瞬間降壓 有兩單元停電五分鐘 而全台三大科學園區 災情都不算嚴重 竹科的台積電連天都表示生產正常 沒有停電或是跳電 竹科 竹南園區低電壓 地區實施分區輪流停電 有部分廠商受到影響 許多中小企業也是急得跳腳 透皮政府保證用電跳票 應該重啟核一核二 是不是在過渡期的當中 重啟核一核二 當作一個過渡配套 那等到這個綠能都穩定了以後 再來如何加園 經濟部初步估計 包括工業局 轄下的六十二工業區 加工處 轄下的三園區 合集一百五十一家廠商 直接損失大約八千九百萬元 之後還將統合各縣市 跟各部會的數據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林老師我先請教你 剛剛談到過渡時期 啟用核一核二 現在停機的這些反應爐主 你支持嗎 支持 核一核二本來就還沒有到處一的時間 但他停機就表示 他並未通過安全的標準 那基本上事實上 研能會已經通過了 只是到立法院 立法院這個 要 要求他到這個立法院來報告 那但是不安排 所以他沒有辦法報告 瞭解 這個上次我們有談到 對 森安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那核一核二核三 目前的運轉的這個安全性跟績效 其實在三十一個有核電的國家裡頭 是排第五名 那跳機的數目跟七七零年代不一樣 現在的跳機的時候很少 表示他其實他目前來講 跟國際比較 跟他自己本身比較 其實是 是還 還安全的 深海就是剛剛梁老師談到幾個資訊 他認為說現在核一場 核二場停機的狀態呢 其實已經透過臺電自己的檢測 也通過政府的 圓能會的這些相關的標準 只是卡在政治因素 立法院不讓他去報告 因此在過渡時期 盡早盡快讓這些停機狀態的機組 恢復正常運作 你的看法 我講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昨天其實 之所以停電的原因 我覺得大家把它懂得很清楚 最大的原因 我覺得今天陸陸續續有一些媒體 瞭解的媒體陸陸續開始在澄清了 昨天的原因是因為四百多萬千瓦的機組 在瞬間跳掉 這對電網的衝擊非常巨大 這衝擊巨大的意思 在瞬間 他就瞬間瞬間的降頻 因為瞬間的降頻 電網的失衡 所以啟動剛才所謂的降頻以後的保護的機制 是 這跟合一合二我們在線上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就是說不管我們電 就是說不管我們當時的能源配比到什麼地方 我們供電的情況到底到什麼地方 但是因為這麼高比例的大潭電廠的電力瞬間上失 導致瞬間的降頻 而產生後續的連鎖的作為 這件事情基本上跟合一合二有沒有在線上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講白話 就是說就算昨天我們三座核電廠六個反應爐機組都在運作 昨天大潭跳機 我們一樣全國大團電 這麼大規模的機組 瞬間喪失 瞬間喪失 你也沒有辦法保證 昨天的狀況就不會發生 這是他的一個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要面對昨天帶來的問題的話 先把問題給釐清在在什麼地方 OK 所以我們如果要面對避免昨天狀況發生的話 我們應該是討論的事情怎麼樣讓所謂的這種大規模的電力瞬間上市的狀況 不會再發生 因為不管你接下來我就算該到核五核六核七同時在線上 你這麼大規模的一次發生也不會 我們現在甚至現在在看 其實臺電都有很多他相關的這個電網的可靠度的分析 裡面恐怕從來沒分析過 十幾趴的電力瞬間消失的情境 OK 這是最大的一個原因 那剛才講到核一核二的問題 我先說核一一號機跟核二號機 坦白說 他之所以沒有運轉 請問是大家突然去把他給關起來的嗎 不是嗎 最大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他自己出了問題 稅修發現問題 他自己出了核一是二零一兩年多前稅修他發生的問題 然後他的這個燃料把手斷裂 然後臺電自己也沒有辦法修理 還要搞到這個法國的廠商來幫忙修 一個是核二二號機他的原因 我覺得大家更需要審慎的來看待 他是在稅修完以後 原能會已經確保確認他通過安全的審查以後 居然發現發電機組的這個燒毀的事情 就在原能會審查完核二二號機要升載的過程 大概幾個小時內發生了機組燒毀的問題 他的問題不是我只是把那個設備給修好就好了 這個問題是是不是我們所謂的安全審查的過程 都出現了系統性的漏洞 不然怎麼會我已經確保了安全以後 還發生這個問題 大家可以聽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聽懂我的意思 這甚至可能是我們核安的整體的這個檢查的審查的體制裡面出現了安全上的漏洞 同樣的事情其實在今年的核二的一號機的升載過程也發生 核二的一號機雖然他隔架裝好了以後 他開始要啟動升載 在兩天內他就要升載 還沒到完全滿載的過程裡面發現異常的高溫 馬上降載 再重新啟動 一樣這都是在已經確保安全 如果是系統的問題 就不能說單一事件解決掉 對 他的安全性就保障了 對 而是你要去解決掉系統所產生的意義的那些問題 全部都ok了 就很像這個大潭機組一樣 六座同時跳機 為什麼有人按了氣送不過來 然後就大跳機 然後跳機之後 全國大斷電 這個系統你要解決 對 所以我再講清楚一點 第一個是 昨天發生的問題 基本上跟核不核電是沒有什麼關聯的 第一個先把這事情給釐清 第二個事情是 如果要討論核電的問題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核一核二的問題不是把它當初壞掉的那個東西機組修好就好了 而是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核一核二其實還沒有到這個除疫的時間點 沒有錯 可是如果要再一次跟大家保證安全的話 之前也保證過安全 可是馬上發生問題 看起來那個安全審查的所謂的保證 出了問題 系統性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在系統性的問題上面 要一定的檢討 修復 把問題抓到在什麼地方以後 你才 你再下一次的保證 大家才會相信嗎 我覺得是根本性的面對問題 核一核二現在停機的情形呢 要不要讓他恢復正常 這就是所謂的安全性 而跟所謂的非核家園也毫無關聯 因為那個是二零二五以後的事情 是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不要再去談到底核一核二停機的 是不是真的足夠安全 我們來談談現在已經出現了這個更大的系統問題 剛剛我們談到大潭火力發電廠 因為不管是中油的問題還是據路的問題 有人按了或是沒按一個觸控的開關之後呢 導致大潭六部機組全部跳機 然後跳機之後呢 這個整個電網呢 就速度的所謂的無法運作 然後全國就大停電 其他電廠也會一樣的問題嗎 我覺得我們現在確實 昨天這個問題其實發生以後 其實今天陸續大家已經發現 為什麼像這麼重要的一個發電廠 這麼高比例的發電 但是他的數據管線只有單一設備的系統 他為什麼沒有相關設計他的備員的系統 或者是雙套的系統來去分散風險 所以我們這邊在講的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是說 其實這個事情這樣像類似我們整體的電力系統 或者輸配電系統 今年發生問題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在什麼時候 第一次是在六月二號的時候 北海岸暴雨 合一的電塔被吹倒 所以合一的二號機被迫在那個時間停機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大家有印象的 就比較有印象了 是和平電廠的電塔的事件 我一樣倒了一個電塔 我一百三十萬千瓦十五天輸不出來 第三次是這個時間 我們都其實都可以看到 我們再不去面對 我們整體的輸配電網的系統性的問題 分散風險的問題 你一直去朝什麼核電不核電 核電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嗎 核電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你一樣要去面對發輸配送裡面 每個各有各自己的學問跟問題 你必須去面對那事情 不要以為啟動了核電 我使用了核電 我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去處理 所以我們這邊一直在講說 我們怎麼樣子 在我們的這個系統裡面 分散風險 我也必須承認 接下來未來 如果天然氣到五十percent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到分散風險 這一樣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包括大燈電廠 未來會路路越來越大 他未來會有十個機組 是 你怎麼在相對系統設計上面 可以分散風險 我覺得這都必須去嚴肅的面對 不是說今天非核家園就一切萬事太平 不是這個情況的 我們在能源轉型的過程裡面 一樣會遇到一些挑戰 你一樣必須去面對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必然 只要把核電廠關掉以後 就哇一切天下太平 那我現在就要請教那個 梁老師跟邱老師 我們今天談的最重要的主題 在這一連串的事件 包括和平電廠倒塌 以及剛剛森翰講的之前的 一樣的這些電力危機 再到昨天的全國大停電的情形 很多人開始思考 你看全臺灣這種這麼集中式的 不管是核電廠 或是大型的火力發電廠 只要像是和平火力 他的那個塔斷 電就送不回來 那全國就遇到要限電危機 或是大潭癱瘓了 然後呢全國就大跳電 他說這種集中式的發電系統 對臺灣是極為不穩定 因此要發展叫做分散式的電網 可是我對這兩天一直在想說 什麼叫做分散式的電網 我們之前談到屏東那個彩虹餐廳 那個算是分散式電網嗎 他自己有太陽能板 他發的電不是賣給臺電 他自己餐廳自己用 可是呢白天他可以這樣做 到晚上沒有太陽了 他就還是要吃臺電的電 這個叫分散電網嗎 那他難道還不是跟臺電的電網 是聚集在一起 他只是說在大的臺電電網下面 自己小的一個自己的一個系統 可是他沒有辦法獨立 我想問的是說 難道我們真的有辦法把臺灣的電說 這一塊北部自給自給自足 不需要跟中南部連在一起 中部自給自足 南部自給自足 東部自給自足 如果癱瘓 就是北部自己癱瘓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分散式的電網 什麼又叫做集中式的電網 臺灣最大的天然氣電廠大潭電廠 因為中油供氣突然中斷兩分鐘 導致六部發電機組同時跳脫 全臺六百六十八萬戶大停電 從昨晚到今天凌晨大潭電廠 陸續恢復啟動發電 今天上午持續滿載發電 手搖桿的那個就是手動法 那如果手搖桿旁邊有馬達的 就是我們的馬達法 那這一次我們中油 互操作的就是那個我們馬達法 大潭電廠位於桃園市觀音區大潭裡 目前一年發電量約兩百八十八億度電 僅次於臺中發電廠位居臺灣第二位 是臺灣北部地區最大單一電廠 滿載發電時能供應北臺灣三分之一的用電 新竹以北有八成的工業用電 包括台積電等國際科技大廠的工電 也全靠它 它還是被規劃為取代核四廠 二零一八年將躍升為全臺發電量最大的電廠 但一直以來天然氣進口為中油獨門生意 目前全臺發電佔比四成的燃煤電廠 煤礦由台電自行採購 天然氣則向中油採購 中油從台中天然氣接收站 拉海管道桃園後 再供期到大潭一到六部的機組發電 國外的這方面 LNG的生成者 他會問你啊 你要從哪個港口去卸收去進去 那我們過去來看 我們就兩個LNG接收站 一個是永安 一個台東港 都在哪一個人手上 都在中油的手上 所以因為是這樣子來看的方案 所以中油是辦一個LNG的這方面的獨買 跟獨賣 而這一次全台大停電 也凸顯出集中式電網脆弱 環保團體認為 現在電網把大家綁在一起 一跳電全台都遭殃 當今天這個電力要閉網的時候 你要去跟台電申請 你不見得有競爭的過台電 所以其實自由電網的自由化 還有這個電源的自由化 其實這個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環保團體強調政府應該一併檢討 目前集中式的電力以及電網系統 儘快把同一籃的雞蛋分散到不同的籃子裡 推動分散式架構社區型的綠能 才能避免供電危機 再次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邱老師我們可能今天要很重要 來釐清什麼叫做電網 什麼叫做電源或是電廠 我們來看看其實現在 像是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董事長方簡然後主婦聯盟 還有很多環保界人士 都談到要分散式的 什麼叫分散式呢 方簡說臺灣要發展社區型的電網 每個社區用太陽能或風力發電 才不僅可以自給自足 還可以賣電給臺電 那你如果賣給臺電 這個是叫獨立 不過他可以拉一條線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釐清這些概念的一些標準定義 綠盟說以中小規模發電設施為導向 散佈各區有助分散風險 提升臺灣各區的電力自主 主婦聯盟說政府要貼推動電網 儲能設備等這種配套措施 讓再生能源形成完整社區電網 降低大型電廠出意外 無電可用的風險 但像是核能留言 終結者創辦人黃世修 他談到說分散式的電網限制太多 譬如說昨天大停電 就要暗了 太陽能風力貢獻有限 而且分散式的發電 只能就短時間穩定供電 你沒有辦法長時間的基載供電 再來呢 朱敬一眾議院院士說 這就很像說 我們今天坐的七四七大型的這種空中巴士 一死就死幾百個 那你為了分散風險 不然大家都開小飛機 是這個概念嗎 但這是什麼邏輯呢 發十瓦的電的這些機器低效的機率 可以跟十臺發一瓦的電機器 低效的機率來比較嗎 特別是談到說 那如果是晚上的時候 你再分散都是零嗎 太陽能的部分 風力當然是零當別的 什麼是電網 什麼是叫做電源 我們談的是一樣的東西嗎 其實大概不一定一樣 但是我想至少分散電源 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那你有更多的這個不同的電力來源 的確是分散風險一個重要的概念 那但是這些其實我們剛剛談的這些質疑 都有道理 那譬如說 我們知道太陽能到晚上不能用 他凸顯了什麼事情 我們的所謂的電力儲備機制的技術 還必須要再發展 那這個東西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全世界也都在發展這個技術 但無論如何 雖然他現在的情況是 也許到晚上沒有太陽的時候 這個電力的儲存會出問題 但是你有獨立式的社區型的 或是小範圍的這個電網 在對於分散風險 還是會有幫助的 剛剛在租金醫院是談到這個問題 簡單來講 這個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你要承擔風險 本來就要承擔成本 那你這個住院室的想法是說 他完全是規模經濟的想法 就是你所有的東西放在一起生產 他有規模經濟 那是最有效率的事情 那有效率 那如果沒有風險的情況 OK 百分之百 OK 但是如果你有效率 但是你有其他的風險 那你當然要去做規避風險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的確 分散市電網 可能也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但是我必須要講回來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討論的 從合一合二 一直到我們的行政院 組成的這個檢討小組 我們討論到目前為止 通通都是從技術面 討論這件事情 所謂技術面就是 當我們遇到這個電不夠了 能源不夠了 我們都是從供給面 想著怎麼樣去穩定能源的供應 那當你覺得不夠的時候 除了技術面的問題 你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想 這個叫做經濟誘因的解決方式 其實台邊現在有一些所謂的契約用戶 我們我們要想的事情是 即使如果在最尖端 用電的時候 到底哪非停 有哪些是這個不停不可的電 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電當然是不能停的 舉個例子像台積電 他可能停會損失很大 但是不是所有的電都不能停的 那我們要去計算的是 不能停的電到底有多少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很簡單啊 如果我是一個這個停了電來生產 也沒有關係的 台電你要提供我誘因啊 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如果你願意提供我低的電價 那我在緊急的時候 我就讓你停電 這樣的契約用戶 夠多的時候 其實那就不是問題了 我們就不需要為了尖峰 而有那麼多那麼大的發電廠 而且將來這個智慧化以後 其實很簡單 遇到像昨天那樣的事情 這個系統會直接告訴你 要停哪些電 這些電是已經預先設計好的 當你電不夠的時候 就去停那些已經簽了7A 那因此順著你的邏輯 當我們發展出分散式的電網的時候 很勢必我們停電的頻率會大幅提高 不一定 那這個東西電網 他本來就是一個 有點備用的性質 我說實話這個分散式 不是今天才做 在當初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南電北送因為電塔導了出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做的 後來做的應變是什麼 就是南北系統 發電系統獨立 那已經是一個初步的分離了 只不過我們現在覺得 這個初步的分離的程度不夠 我們想要把他這個範圍 再縮得更小 才不會有這個太過蔓延的效果 至少你在這個 某一個特定的社區裡面 還相對的安全 李老師我們談的是 叫做分散式的電源 還是叫做分散式的電網 我舉 我講講 我們其實那個所謂的分散式的電源 或電網目的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不要合電廠了 二零二五我們這四座核電廠 全部都不要了 所以這個核電廠 我們就不要想 火力發電現在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說不要那麼大的火力發電 所以這些不管是像是林口的 或者是剛剛我們談到這個 像是那個大潭的 或是台中火力這些 這麼大的我不要 我要小的 那麼言下之語 就譬如說我們內湖區 自己一個所謂的社區型的一個電網 也許我是小型的火力發電 或者是我裝很多很多太陽能板 或是在公共電視上面 裝很大的風車等等的 那遇到這些自己的電 不夠自己用的時候 怎麼辦就停了 你還是需要有像這個柴油發電機 或者是像在離島的話 就自己自主 我想到沒太陽沒風的時候 我就用柴油發電 對對對 那同樣的 就不要跟台電扯在一起 還是啊 那個柴油發電的話 當然還是這個台電在供應 所以我就是各自很多 譬如說那個金商萬里 我自己一個電網 但是我還是跟台電 可以有一條電線去做病聯 當然當然啊 這是一定要的 所以不會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因為他不穩定啊 對啊 你夏天這個沒有風 就沒有電啊 晚上就沒有沒有太陽 沒有電啊 你只好你還是需要有這個 需要有這個其他的這個 這個要嘛燃油的 要嘛燃氣的來來 那是個買保險的概念 這個叫獨立分散式的電網嗎 你還是要跟整個台電的大電網 連在一起啊 我想很清楚啊 是說其實 我覺得大家不用把 所謂分散式電網的概念 極端化 對 其實分散式恐怕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你可能是從社區的尺度 你可能從區域的尺度 OK 甚至如果講分散風險的話 那有更多其他的意義 我今天在區域的時候 我包括可能我的除電的系統 我是不是要要要上來 可是我覺得 基本上的大的概念 我不是說今天我們就是要追求 一個分散式電網 而是我們當然 發展再生人員的過程裡面 我們未來一定會有更多的分散電源 大力的發展再生過程 一定會有更多的分散電 這是一定的 以前我們電廠就在這些 這些特定的地方 未來我可能會有 會有這個幾十萬個發電的設施 所以分散電源 我們要怎麼讓我們的電網系統 可以來支應這些分散電源裡面 他可能彼此之間的調度性 那你可能會需要一個分散電網 包括是會不會需要一個區域的電網 在區域的電網 甚至社區的電網 其實他可能都有不同尺度上面的需求 跟必要性 可是你剛才大家講到 講到說是否這樣就是比較穩定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這裡面很重要的概念 是怎麼樣避免單一事件 造成的大規模 衝擊跟崩潰 但小規模的停電就會頻繁喔 小規模的其實不一定叫小規模的停電會頻繁 而是我們相對於 不管是供給面跟需求之間 互相的彈性調度 甚至是剛剛邱老師說的 智慧調度的部分 怎麼樣避免真的很重要的地方 他其實造成的這個 因為我們有我們現在都想像 我們需求是絕對不能夠動的 絕對需求絕對不能夠變的 可是其實慢慢在智慧化以後 你會發現其實在需求面的相對的調度 跟彈性的因應 其實他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樣態 他來去因應我們在供給上面的相對 這樣子的彈性的調度 那之間產生的這個link 可能就是需要一個智慧電網 或分散型的電網 所以如果去 昇漢 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讓更多更多太陽能發電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風力發電 之前我們談到地熱發電 乃至於現在在研究的這個海洋 洋流發電等等 讓他扮演更大的角色 然後弄一個所謂的智慧電網 是 更聰明的去調度用電 這不就是台電現在在做的嗎 確實現在以台電的電網體系來說 他要這麼彈性的 剛才像邱老師講的這個智慧化的調度 還有一段距離 但方向他就是要這樣做 我是認為說 如果我們接下來要大幅的發展綠能 我們是一定要讓我們的電網的系統 往那個方向發展的 但是目前的狀況 我們電網系統離那個還有一段 蠻大的距離 但是我們要往那個方向發展 那那個方向發展以後 大家第一個一定要感受到綠能 帶給大家的好處嘛 不是到處的不方便嘛 對不對 一個好處 但是我們相對應的電網的系統 包括我們需求面的智慧調度的系統 整體的搭配以後 其實恐怕是比較能夠去減少 我們當然說單一系統 譬如說各區各鄰里都會有自己一個 也許是自己提供部分電力的 這樣子一個自己的所謂的 非完整獨立的電網 那你還是靠整個大的 中台電的這些蘇配電線 來去支撐 萬一沒風沒太陽 或是沒陽流 還是要做一個整體的調度 那你還是需要這種比較大型 能提供大量電力的大型發電廠 沒有人否認這個是 沒有人否認這件事 只是比例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就說了 我們不用把這個概念給極端化 一定是分散式 然後各自都一定要獨立 而是在比例上面 不一定是我現在全部都依賴 我剛才說的大潭電廠 或依賴所謂的這種極大的 極大的電廠 而是有部分的比 未來可能有一半的比例 六成的比例 或多少的比例 是往那個方向去 可是你還是需要各地的相關調度的工具 而不是 而不是我自己就完全變成是一個一個 獨立的系統 你這是還是不可能的事情 基本上我們剛剛提的 對於整個電網的脆弱度 我們是很憂心的 而且這個還牽涉到 不只是現在剛剛提到的這個 電塔倒塌的問題 南北的區域的供電部 這個不平衡的問題 這個才是真正電網的問題 北部這個電廠少 他用電多 所以需要中南部送電上來 而這個整個的這個 這個中北的這個輸電幹線 已經要接近超過他的可靠供電 剛才剛講的 昨天的情形如果發生 彰化說沒關係 我有風 那是流汗 台北說我 太陽能我就影不完 就是 這個是額外的問題 對 你現在因為它不穩定 所以會更加深我們電網的問題 因為它不穩定 你需要有智慧電網 現在本來的電網 現在已經不夠了 那你現在還要智慧電網 來應付這個不穩定的 調度困難度更高了 對 對 就更難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采繼續 是 你請麻煩娘 換 你阿嬤出事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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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最愛的阿嬤阿嬤 阿嬤 你賣個房子需要護理他們幹嘛 付賠媚 誰啊 你怎麼找 你剛才聽到飯館時候再說 入床回老家的時候 你也來是不是玩褲子 對 你看那還要好好看 發音樂 讓她穿了 連軍人群的 還要知道 你他們要知道 我為了 他喜歡 黑暗五招 高手過招 為了他們應該改变 傷害 他 Queens 同年小说改编影集 跨国拍摄场景绝美 领阶巨星齐聚标系